这个印度小伙可不得了 天生自带一只麒麟臂 每当遇到危险或者情绪激动时 他的麒麟臂就会被激活 而且根本不受控制 将欺负主人的人通通打死 此人名叫大山 是个大学生 平常就喜欢除恶阳善 这天在追击小混混的过程中 却一个不小心撞倒了小美 还好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这才没让爱情摔个稀碎 从那以后 大山没事就出现在小美的附近 例如学校门口的小偶遇 课堂外面的一顿小眼神 可这天 小美竟被几个小混混挑戏 那小混混还想亲一下小美的手 还好大山及时赶到 巴基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教她做人 然后牵着小美的手说道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 小宝贝别怕 给小美整个那叫一个开心 可刚想离开 小混混却说 你们今天走不了了 说着就出现两个 看上去很猛的小卡拉 麒麟臂瞬间被激活 但大山并不想把事情闹打 于是主动用纱布缠住左手 绑在身后 做出一个黄飞红的经典姿势 但小卡拉丝毫不慌 拿着个什么玩意就走了过来 大山握紧拳头 酷痴就是一个大炮子 那小卡拉后丘着地被干出三千来米 又一个小卡拉冲来 大山荒荡一脚 小卡拉瞬间弹起 喀巴一大顶膝 撞倒一排卡拉咪 他站起身还想反击 结果当场归了膝 大山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走到小美面前 把注意人脑袋 荒荡一大爆扣 直接给小卡拉震懵 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 随后他握紧拳头 就是一顿炮 差点没把小卡拉早上吃的 手抓饭给打出来 一个小花活 将小墨镜飞给小美保管 躲过攻击瞄准肚皮 又是一个大炮子 嘎巴再来一脚 巨大的脚力让小卡拉弹飞落地 突然又杀出一群手持棍棒的小卡拉 大山再次躲过攻击 抢过一把棒子 哐当就是一个正抽 嘎巴一个小弟飞走棍棍 巴基一个大嘴巴子扇倒两人 然后抓住一人的耳朵说道 下次再敢调性女孩子腿都给你打断 说着巴基又是一个大嘴巴子 结束了这场战斗 小美的心也彻底被大山俘获 两人很快坠入了爱河 但万万没想到 大山接到一个电话后 人却消失不见了 原来是他姐姐家发生了煤气爆炸 这个暴徒乔装成维修工人 进入仇人的家中 然后在煤气罐上安装定时炸弹 伴随着一声惊天巨响 小别墅瞬间化为了灰烬 等大山从学校赶回到老家时 根本不敢相信眼前所见 好好的别墅 怎么就变成了废墟 邻居告诉他 就在昨天 你姐姐因为家中的煤气意外爆炸 现在已经送去了医院 你姐夫当场没了气 你外甥女也下落不明 突如其来的噩耗 让大山难以接受 麒麟碧也止不住地颤抖 当晚大山又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那头竟传来了外甥女的声音 紧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此人名叫吉哈 因为七年前的婚礼现场 大山当着他的面带走了姐姐 让他颜面扫地 现在他要报复大山一家 并说到如果想救下外甥女 就要按照他的要求行动 大山按照要求 坐着摩托车就来到一处桥下 找到红色报废车 在车玻璃上写上21 还没等想明白什么意思是 突然大山被一棍打晕 一辆小黑车把他拉到了一处废弃工厂 小黑车一个神龙百尾 将大山甩出车外 随后来了几十个 骑着摩托的小卡拉 瞬间将大山团团包围 拿着加粗的铁坝疯狂乱砸 很快大山便坚持不住 趴在了地上 不省人事 这时一卡拉加速朝他冲来 麒麟币瞬间被唤醒 酷斥一下抓住车咕噜 那小摩托硬生生被逼停 缠住麒麟币的石膏也开始慢慢裂开 大山大手一挥 瞬间人仰马翻加车翻 此时麒麟币已经发火 甚至放下时都出现了八卦掌的影子 大山一个转身 酷斥就是一炮子 安全帽当场归了西 小卡拉也紧跟其后上了路 麒麟币放下 拍了一拍灰尘 回首又是一炮子 这一炮子上去 来袭者这辈子再也吃不上四个菜了 瞄准胸口又是一炮子 又一小卡拉当场隐恨西北 这时一人冲来搂住他的腰子 他抓住衣服举起五米来高 酷斥又是一下子 隔挡隔挡隔挡 顾斥一炮子击飞一人 这时一卡拉举起个什么玩意 朝大山扔去 不料却送走了自己的伙计 大山一个前滚将卡拉举起 一下子又将卡拉狠狠扔出十米远 最后一个上钩绝 结束了这场战斗 随后大山来到医院看望姐姐 却发现姐姐已经不见 这时电话响起 是吉哈打来的 还是一个样 想要救姐姐和外甥女 就按照她的要求做 大山按照要求 又来到另外一个废弃工厂 果然发现外甥女在里面 可刚想跑进去营救 却被人一棍子打倒在地 紧接着又出现 数十个手持大铁坝的小卡拉 一群暴徒手持大铁坝子 将男人紧密地围在中间 男人丝毫不慌 缓缓站起身 一脚踢开凳子说道 今天不管你们多少人 我都要带走我姐姐和外甥女 说着回手就是一炮子撂倒一人 拳头一握 库吃又一炮子 那跳棋都给干飞了 接住铁坝子 库吃又来一炮子 直接撞飞一个小卡拉 然后前格挡 后格挡 双龙出海 双龙再出海 库吃两炮子 小卡拉全部被干飞 身后的玻璃也跟着被干飞 随后大山变深夜师傅 对着这群小卡拉就是一顿揍 就在这时 外甥女缓缓地走出来向大山招手 突然一铁人 大山被干蒙 吉哈 哐当又是一铁人 嘎巴又一边腿 然后狠狠地踩住了大山的右手 麒麟左臂察觉到危险 瞬间发出红光 他控制着大山起身 库吃一炮子弄碎吉哈的滚头 库吃又一炮子打碎他的黄牙 没想到吉哈还能反击三连群 大山抓住左胳膊空中 麒麟毕抓住右胳膊空中 哐当正是一脑门子 瞄准后面酷酷一顿小电炮 嘎巴一掌鸡飞 夜经电视被震得粉身碎骨 此时外甥女即将掉下绞碎机 大山一个大跳将其接住 成功救下了外甥女 此时吉哈站了起来 趁着大山没有防备 他扔出一条船帽 却被麒麟毕一把接住 直接扔了回去 精准地打在他身上 真是害人害己 此时恶果 大山将外甥女交到姐姐的手中 影片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